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泌和摄取胆红素的能力会下降 在血液中的胆红素浓度升高 指甲 舌苔等部位都会出现发黄等问题 而且如果你的指甲很脆很容易断 还出现素条凹陷等问题 这就说明你的肝血不足了 第二种情况是脸上很容易冒痘痘 如果肝脏受损毒素无法排出会导致内分泌失调 这样可能会引起面部的长斑斩斗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有上述的这两种问题 建议要及时的养肝排毒 那要怎样做呢 其实在秋冬季节更容易引起肝病 所以在这个季节就要好好的养肝苦肝 可以适着饮用一杯养肝茶 就比如菊花绝明子茶 这种茶饮的材料有绝明子 菊花 蒲公英根 金银花 牛瓣枸杞 其中在李时珍《本草瓜目》中记载着 绝明子 菊花 枸杞等药材都有着不错的养肝作用 能够起到清肝明目的作用 而菊银花 牛瓣 蒲公英根 都有着清热解毒的功效 将它们泡茶喝 每天喝一到两杯 能够起到清肝明目 降肝火 排肝毒的作用 对肝脏健康有好处 但是要注意脾胃虚寒 气虚 体寒 腹泻的人群不适合使用 好了 今天的这期分享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记得关注